你一生有很多丈夫 可没有一个是真的 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有丈夫 我做了尼姑了吗 那倒不是 这就没有道理了 很多人要娶我吗 姜子牙随后说道 那些送金送银给你的都不是你的真丈夫 不过有一个送不到三文钱烧饼的那就是你的真丈夫 你要是错过了他后半生就会很苦 女子听后半信半疑 回去的路上他仔细回想着姜子牙说的话 突然一个小伙叫住了他 手里还拿着几个烧饼 小伙对他说知道你喜欢吃烧饼 特地做了几个送给你吃 女子起初并不想理他 可是一听烧饼顿时愣住 这是一个砍柴的小哥刚好路过 小翠反倒好奇地问阿牛你这烧饼多少钱了 阿牛便说三文钱不到 说完砍柴的小哥便跑去找姜子牙算命去了 砍柴的小哥找到了姜子牙 姜子牙问他要算点啥 小哥说从前的已经知道 未来的不想知道 就算算我今天会遇到什么事吧 姜子牙让他取了一挂 在问了他的生辰八字后笑着对他说 你一直往前走 树下一老手 轻敷一百文 四个点心两碗酒 谁知小哥开口就说你算的一定不准 自己卖柴卖了这么多年 从来就没卖过这么多钱 也从没有人请我吃过点心喝过酒 姜子牙笑着让他去试试 还说算准了再来给钱 小哥随后便挑着柴火寻找买主 当走到街东头的时候有个圆外拦住了他 问他这柴要卖多少钱 小哥心想老头说卖一百文 那我就偏要卖九十文 圆外听后叫他在外面等着 我就是要叫你不凌 正当他得意的时候 突然听到旁边有小孩哭声 他于是上前把小孩掺了起来 圆外看到后赶紧谢过小火 然后就抱着小孩进屋去了 过了一会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家丁 家丁给了他九十文柴钱 然后又送了他一壶酒和一盒点心 告诉小哥今天是他们小少爷的生日 老爷特意请你吃的 说完又拿出十文钱递给了他 还说这是谢谢你帮助我们小少爷的 小伙顿时就惊呆了 哎呀他真灵啊 消息一传时时传百 很快就传遍了朝哥的大街小巷 我也想去试试 看看我有没有一个老婆 一时间将子牙进成了全镇的焦点 而在朝哥的王宫之内 打击施法吐出了一个鬼火飞到了轩辕洞 将洞里的妖精们都召唤到了宫里 妖精们看到宫里的繁华后顿时羡慕不已 尤其是玉石琵琶金和制鸡精 打击告诉他们别以为这里是天堂呢 其实每天都要在丹金兽帕中渡过 宫里的大臣们都恨透自己了 前些天请了的叫江子牙的 差点用陶木剑把自己给杀了 好在被一个叫深宫报的出手相救 玉石琵琶金听后气愤地说 那江子牙算了什么东西 要是让姐妹们碰到了 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打击将玉石琵琶金和制鸡精留在了宫中 并让他们一同服侍咒王 这可把好色的咒王给高兴坏了 几天后两个妖精在宫里玩腻了便吵着要去朝歌城里玩 打击叮嘱他们小心之后便同意了 朝歌的城里果然热闹非凡 两位妖精被杂技表演给吸引住了 变戏法的拿了快不随手就变出来了一朵花 琵琶金看后野手痒痒 施法一指鲜花顿时变成了长虫 而且还自己飞走了 整得变戏法的一脸蒙圈 妖精俩随后又来到一家饭店准备尝点当地特色彩 结果听到隔壁桌的人在说江子牙算命那叫一个准 妖精们很是不服 用手一指 隔壁桌的烧鸡居然活了过来 三个大汉举着筷子顿时就看傻了 两个妖精吃完饭后决定去找江子牙教训她一番 见到江子牙后琵琶金说自己的命好苦呀 嫁了五个丈夫都死了 现在第六个丈夫也要死了 让江子牙帮她算算命 结果江子牙一声不吭死死地盯着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